7月21日 2024环球之星国际旗袍公益大赛美西赛区比赛 在喜莱登大酒店隆重举行 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通过这样的盛会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旗袍 让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在美国继续传承和发扬 2024环球之星国际旗袍大赛 美西赛区荣誉主席张素久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加州财务长马世云代表 分别致辞并颁发贺壮 以及许多桥界社团及洛杉矶地区的广大旗袍爱好者 数百人欢聚一堂 共襄胜举 见证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获奖选手汇报演出及晚宴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 就是要把在美国所有的旗袍爱好者 旗袍设计师以及旗袍企业 把大家全部都欢聚在一起 旗袍是中国的国粹 是中国妇女的国服 它代表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 以及丰富的历史底蕴 弘扬民族的服饰 展示我们旗袍的美丽 这是我们很多华裔女性的一大夙愿 尤其是在舞台上的展示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今天很荣幸来代表 清城国际一美参加 环球之星模特大赛总决赛 在这里我是非常荣幸的 我们作为总赞助商 参加这次伟大的盛会 也特别提前祝贺我们的丽安总导演 大赛取得圆满的成功 旗袍顾名思义 它是受旗人的毛子影响 同时呢 它又结合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元素 而且起行或流行与上个世纪初的旗袍呢 它又是因为反映了这个女性的觉醒 女权的觉醒 它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元素 所以旗袍呢 不仅展示这个女士的身体的柔美 也是展示女性发生内心的自信 共是一个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 美国国色天香旗袍艺术团 致力于弘扬及传播中国传统旗袍文化艺术 是北美地区旗袍艺术的领军团队 创始人张立安是本次大赛美西赛区主席 兼拉斯维加斯全球总决赛的共同主席 张立安是美西地区旗袍界的领军人物 代表美华联于2022和2023两次率队参加好莱坞圣诞大游行 获得赞誉和极大社会影响 掀起洛杉矶地区的旗袍秀热 美国国色天香旗袍艺术团主办这次大赛 将美西各地各界侨团及热爱中华旗袍文化人士 汇聚一堂 共展风采 共同交流 共创辉煌 此次大赛将选送获奖旗袍选手 代表美西地区参加8月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